森林里一条美女蛇发生了变异 她先是长出一只手 扯掉身上褪下的蛇皮 接着竟然变成了人类的营养 她不断在水泥地里挣扎扭动 渐渐的 她终于学会了站立行走 这场蜕变消耗了她太多的能量 她找到一旁的鳄鱼窝 拿起鱼蛋就往嘴里塞 一眨眼的功夫就整个吞了下去 随后来到小河边 她看到三个美女正在吸水打闹 于是就悄悄地偷走一身衣服 你还别说 这洗完身上的污垢后 长得还真是不赖 接着蛇女换上了衣服 来到人类居住的小镇 开始了漫长的巡浮之路 她本是受人供奉的蛇女神 当地的居民对她十分敬畏 可就在几天前 从大城市来了一个美国了 听说蛇胆可以缓解她的脑肌 于是找了三个本地人 一起来到森林找蛇 没想到还真被他们碰见了 不过此时蛇神正和爱人在缠绵了 手下健壮都不敢动手 害怕得罪了蛇神遭报应 美国佬一气之下 直接干掉了一个 接着逼着另一个动手 手下没办法 只能用铁钩逮住一条 可慌忙间他们抓错蛇 竟然抓住了蛇女神的丈夫 没办法美国佬只能把她关进箱子 她想利用这条熊蛇引来蛇女神 好意招用蛇去引蛇出洞 但她不知道的是 蛇女神此时已经幻化成了人类 寻着丈夫的气味 蛇女一路追到人类小镇 小镇正在举办盛大的泼水街 街上的姑娘扭动着曼妙的舞姿 一旁的舞蛇人也在演奏婉转的音乐 听着这悠扬的曲调 蛇女竟然也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 摇摇的舞姿很快吸引男人们的目光 旁边的两个小别三顿时起了歹信 他们用布袋套住蛇女的头 然后将她带到了一个房子里 想向她展示一下自己的真现话 可蛇女不断挣扎反抗 小别三急得开始动手打人 吓得蛇女直瓦乱叫 但接下来的音乐 直接吓得小别三裂开 这个女人撕开了自己的头皮 身上的骨头开始不断流动 皮肤上浮现出层层鳞片 接着从头皮里钻出一个蛇脑袋 一个丑陋的怪物就这样诞生了 她扭动着身体 从背后长出一条巨大的尾巴 没一会儿 一条张着血盘大口的眼睛蛇出现了 大蛇张嘴就把前面的小别三甩到一旁 后面的男人刚想逃跑 却被蛇女用尾巴拖了过来 接着一口一口把她的肚子掏空了 收拾完这个后 她又转头看向另一个 直接就把她整个给吞了下去 吃饱后的蛇女躺在床上休息 只见她下半身一条尸腿 另一条却是尾巴 等肚子里的食物消化完 她又开始了巡夫之路 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丈夫留下的味道逐渐消散 蛇女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 等到第二天 路过的夫人发现了她 于是把她带到了警局 墙壁上贴满了嫌疑犯的照片 蛇女发现其中一个 正是当时抓走丈夫的人 气得她直接就晕了过去 无奈之下 大壮只好把她带到家里照顾 而这时她接到一个案子 死者正是昨天被蛇女咬死的人 犯罪现场心血四肩惨不忍动 奇怪的是周围还残留着一块不明物质 勘测完现场后 警察将尸体送去研究 但医生表示 还从未见过这种物质 没办法大壮只好先回家 只见妻子把蛇女照顾得无微不至 仿佛面前就是自己的女儿一样 其实她一直想要个孩子 但由于身体原因 每次怀孕后都会习惯性流产 为此她暗自伤心了很多回 丈母娘每天都在蛇女神向前祷告 如果能给家里添一个孙儿 即便是付出她的生命也愿意 深夜来临 到处都是肮脏的勾当 有的在欺负女人 有的在家抱老婆 蛇女变成了人设形态 到处除暴安良 一时间 蛇神显灵的消息在小镇传开了 这天医生打来电话 上次死者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而纳陀不明物体居然是人 大壮听后感到十分吃惊 但还是安抚好了民众 可G203的命案让她头疼不已 死者身上的伤都很相似 有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了蛇 这是大壮脑海里突然浮现蛇女的模样 于是准备回家调查一番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蛇女早就去了另一个地方 熊蛇被美国老关在乡国 插上店员不断电机 而她这么做的目的 竟然是想引出另一条蛇女 这条蛇是她的丈夫 蛇女一直在寻找丈夫 可是时间过去太久 丈夫留下的气味早就消散了 现在她只能毫无目的地寻找 可是今天她又嗅到了丈夫的气息 男人正在电影院看电影 看到蛇女的到来后撒腿就跑 可能是坏人不偿命吧 刚跑出墨多远就被车撞死了 路过的大壮正好看到这一幕 接着就发现了人群中的蛇女 刚想追上去却发现她已经消失不见 回到家后 她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家人 丈母娘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半夜她来到房间叫醒大壮 表示这些事情都是蛇女做的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她的丈夫 大壮听后觉得有些荒唐 于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可第二天醒来 发现丈母娘竟然悄无声息地死了 大壮这才意识到 丈母娘说的都是真 而另一边 熊蛇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美国佬以为她死了 于是打开箱子磨了一点粘液 接着把她抹在了手下脸上 想借此吸引来蛇女 而蛇女也确实循着气味赶了过来 可看到的却是即将咽气的丈夫 她把丈夫抱在怀里想要救她 没想过却正中美国佬的下怀 她启动陷阱把蛇女掉了下 接着还给了她的手臂来了一枪 这时大壮带着小弟赶来 开枪打倒了美国佬 但小弟也身受肿伤 被救下来的蛇女来到丈夫身边 却发现丈夫已经没起来 悲痛万分的她直接变成人设形态 然后把美国佬丢进了箱子里 就这样美国佬被垫死在箱子里了 而蛇女带着丈夫的尸体离开了 几个月后 大壮的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宝宝 而蛇女这时也生下了一窝舌袋 小蛇们争先破壳而出 电影也到此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